辽宁男篮小怪人哈德森的续约,辽兰也完成了新赛季最重要的演员工作,辽兰下赛季能够保持完整的夺冠阵容,也实属难得,辽兰拥有着最顶尖的国内球员,以及让人羡慕的板凳的深度, 下赛季辽宁男篮一定会对总冠军再次发起冲击,辽宁男篮辽宁男篮有六名球员分别入选了国家红篮两队,赵基磊,郭艾伦,韩德军,刘志轩,李小旭,肖从,这对于辽兰来说是一种肯定,通过国家队的锻炼辽兰的这些球员一定能得到更快的提高,参加更多有质量的比赛,一定比自己单独训练要提升的更快, 自己训练只不过是闭门造车罢了,郭世强和天主一向从竞争上岗,恐继续被边缘框,但仍有一力好可以助其,月火重生, 赫天主一个能从NBA夏季联赛打到CBA辽兰替补的球员,他的跨速陨落让人唏嘘不已,命运这种东西让人的确难以琢磨,曾一度触碰到NBA大门的赫天主,如今还要竞争上岗, 他所经历的大起大落,实在让人感到惋惜,赫天主赫天主打受伤以来,辽宁南兰的小丛替代了他的位置, 经过这一年的锻炼小丛迅速成长,现在已经成为辽宁南兰不可或缺的战力,并且入选了中国南兰兰队,这是对小丛的最好的认可, 上赛季贺天主商欲付出,但是他并没有获得太多的机会,虽然三分球功底还在,但是其比赛状态也令人担忧,新赛季贺天主与明辰的镜,正一定可以成为辽宁最大的看点,如果贺天主不能表现出足够的实力,在辽兰孔要真正被边缘化,小丛对于贺天主来说仍然有一例好消息,一个是因为其本身的技术特点, 更适合这个小球时代,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赛季的常规赛增加到了46场,比赛时间更长,强度更大,这对球队与队员就要要求的更多,上赛季CBA有一些球队用的一直是7人左右的轮化,而这样的轮化隐化太多,对球员的体能是个考验,新赛季聊了想要夺冠就必须要用更多的人轮化,来确保球员的健康。 这对于贺天主来说也是一个机会,贺天主辽兰下赛季,优势明显,未免机会大,万元状态成为其唯一一优,辽宁南栏最大的优势是什么?是其顶级的国内球员。 当只球队都入选了国家队,这是什么概念?这充分说明了辽兰这代球员的优秀,辽兰在新赛季开始之前,送走了赵帅周,放走了元帅,这更说明了辽兰对后备力量的自信。 辽宁南栏的板凳深度也可以说是CBA各级球队中数一数二的。 为什么辽宁南栏在比赛后半段还能用出紧币帮手这样好体能的战术? 究其原因还是辽兰的轮转人数多,体能充沛,这就是辽宁南栏最大的优势。 辽兰唯一可以阻止辽兰夺挂的就是两个万元的状态。 现今的CBA联赛万人在球队中的作用非常大,一个好的万元,甚至可以决定一支球队的战绩。 辽宁的,这两个万元,哈德森与巴斯,一个34岁一个33岁,年龄都不小了,尤其是哈德森的状态尤其让人担忧。 上赛季让哈德状态明显在下降,而年满34岁的哈森还能否一如既往的尝试发挥,是影响辽兰最终能奉位免的最大因素。 辽宁的两个万元的最值得精彩,但也许不是他们高超的球技,而是他们的敬业精神。 像哈德森与巴斯这样兢兢业业打球的人也越来越少了,哈德森巴斯。